娃娃队的猫猫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个被打败的奥特曼 他伤得好严重啊 这些是奥特曼的身体碎片 只要把他们组装起来 就可以复活这位奥特曼了 先来把他的脚组装上 然后撕奥特曼的手 这个奥特曼的手是一个作战的姿势呢 最后把奥特曼的头也组装上 这是戴拿奥特曼 他的背后还有一个装载发光器的地方 把发光器放进去 再把盖子合上 这样子戴拿奥特曼的眼睛和采释计时器就恢复了光芒 戴拿奥特曼的马芒拯救了戴拿奥特曼 戴拿奥特曼 再把奥特曼的脚组装上 再把奥特曼的脚组装上 这位奥特曼的脚上还有脚刀呢 再把奥特曼的手组装上 这个奥特曼的右手是握拳的姿势 奥特曼的头也组装好了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你们知道吗 汪汪队的灰灰在回家的路上 也遇到了一个伤得很严重的奥特曼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原来是银河奥特曼 来把他的身体碎片组装一下 他的身上有很多蓝色的水晶呢 这个奥特曼的手上是两个掌的姿势 银河奥特曼的发光器也是装在背后的 这样子银河奥特曼就可以复活了 汇汇拯救的奥特曼是银河奥特曼呢 阿丽在回家的路上也遇到了一位伤得很严重的奥特曼 让我们一起来拯救这位奥特曼吧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来把他的脚组装上 然后是他的手 这位奥特曼的左手也是握拳的姿势 他的头上好像有一个水晶呢 他的发光器也是装在背后的 太帅了 原来是塞罗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塞罗奥特曼的必杀季是什么吗 知道的记得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哦 更多更精彩的玩具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